因為最近那些電影都是以為很好 其實都是一般的 哪一套呢 這套 啊 這樣 八萬同居計劃 頭幾集是不錯的 其實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頭五集是威風氣勢 然後那五集就開始不知你想壓時間 左線右線堆砌 因為其實你頭五集 你去到這兩天 因為其實你那個霍姐的目的 完全都沒有交代過 不知道他搞這個來做什麼 是啊 還有這兩集的時候 你會覺得霍姐的性格完全變了 以前很兇 很兇 很有威嚴 這兩集又 這兩集又 很溫和 有了家人 有了家人 我這麼寂寞就有改變了 但是那個改變會不會來得太快 是 不會有一點點改變 我上個星期不是想說他們節省 我不是說我忘記了我講KB不知道講他什麼節省 其實我想說他們不敢博 他們不敢博 他們始終都是離不開一些很穩固的元素 因為 有些興趣情搞笑 是的 先講題材 我就是說他那七套新的劇集 套套都好像熟口熟臉 因為就是穩固的 他覺得 然後中間裡面的元素 你好像你看這次這套也是這樣 穩固的 所有東西都是要 包括Anson Lo有個漆漆的哥哥 是的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Azha有個這麼英俊的有錢男朋友 Jeffrey是挺好笑的 是的 Jeffrey是挺好笑的 Jeffrey是挺好笑的 大勝義 所以我看到他能夠捱到15集 因為是15集的 其實你看到這兩集已經開始 劇情是堆砌下去了 唉 真的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他怎樣 又是 我覺得這個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次這個好一點 因為其實他傳導都輕輕鬆鬆 那倒是 你最後的結局 是的 你最後的結局 你不知道 譬如你跪前賽 我最後我希望你打場精彩的球賽 成國你又會最後我希望你長拳會打得很熱血 這個沒有100萬同居計劃 那你給我一個幸運就行了 我最怕他們 我最怕他們不是幸運的 因為原來Anson Lo會死 你怎麼會這樣 後來五集急轉直下 是的 其實你又不是很覺得 因為本來他的劇情也不是很緊密 很緊湊的劇情 是的 是的 那麼你頭五集都是 其實你說散秀秀 你可以說是散秀秀 但是跟著 這兩集其實 就算他堆砌 你也不會覺得很噁心 你不像 跪前賽 那樣 是的 你也不會覺得 今天是這樣的 你也要用過人 今天出了 今天出了 阿詹 阿詹 最重要有這些 是的 其實你看下去 你不要 你不要期望太高 輕輕鬆鬆 其實挺好笑的 今集 王德濱也挺好笑的 我覺得 其實這套劇 我最喜歡看王德濱 是 他演一個很可愛的男人 裝模樣不肯 是挺好笑的 你看到是挺好笑的 你可以期望他 怎麼說 另一套愛登市家庭 這樣就OK的 因為在喜劇那方面 王德濱還有很多可能性 我們已經看過三次喜劇 跟她的樣子真的差很遠 是啊,跟我們平時看,她以前這麼多年做的,她只有一個樣子 木口木棉 上次做一個縮骨上司 做過基佬,這次做過老傢伙,都各有所長 都是這些好看的 我一般地霍果的角色 不是,她讀對白 我覺得她是故意的 我覺得她是故意的 她平時演她微辣的戲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不知道她故意的角色是這樣的 還是她本身演戲就是這樣的 其實也沒什麼所謂的 因為本身這套戲裡面都是喜劇佔幼 如果演出的喜劇佔幼 我覺得是不錯的 她的樣子夠猥瑣 她的樣子真是挺好笑的 她的樣子很猥瑣 她的樣子很猥瑣 她是挺好笑的 烏冬才不會學你這樣 那些是好笑的 她的樣子很猥瑣 而且其實她的設定也是說她是一個變態人 但後來她沒有什麼交代這些方面 我記得第一集說霍姐去找她去公園 然後有一群師太太 變態人 鎮身衣服 穿著衣服在公園做體操 是 我這兩集看的時候 我感覺到編劇 完全都好像忘記了這幾個人 其實是為了錢去同居這件事 挺英俊 所以你就會感覺到這兩集的劇情好像對齊出來 跟他們的同居計劃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我覺得這類型的劇集是很吃社會氣氛的 我經常都覺得這類型的劇集 就是譬如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看《香港八六》《香港八五》那些 哪怕我們看《真情》 是的 《城市故事》那些 他拍出來的東西 是很像當時的 《香港八六》太早了吧 但你很像那種社會的風氣 譬如我還記得80年代 我讀小學的時候 我也是 我也是整天早上 我回下午班的 我整天早上會跟媽媽 下去旁邊街的一間茶餐廳吃早餐 嗯嗯 然後我一去到 你就每天下去 你都看到那張桌子就是坐那個人 嗯 然後你慢慢慢慢 你會跟老闆打招呼 他會認得你 香港八幾那些不是叫茶餐廳 那些叫快餐廳 快餐廳 但是就是那個狀態 每天早上起床 你就會看到同一堆的人 嗯 在街坊 你賣生果的人 你會認得他 你旁邊那個報紙檔的人 他會認得你 你下去 他也不用拿一份文匯報給你 我下去 嗯 他知道 他會記得 你有當時的社會狀態 但是你去到這件事情 如果不是一個這麼誇張的戲劇 去到要拿五十萬來 要拿一百萬來去引誘你 一百萬 你要將一堆人 混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你給不出任何理由 其實是 暫時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 是啊 那個氣氛 因為你就是 你就是 感覺就是 你 你說你沒有認識到 差不多時間的朋友 你很 你 除非大學讀科 反而 我覺得 反而 如果他是因為 被人 威風強監 我覺得 比較合理 在竹高灣 隔著槍 隔著槍 烏冬 撿屎 糟糕 這樣 可能比較合理 今晚我們分享些什麼 之後已經沒有這些 是嗎 是啊 全部都沒有了 即是他那些規矩又沒有了 又說不可以吃其他東西 那些都沒有 但是我還看他們是在吃灑雞 和雞蛋 是啊 是啊 但是 今天Anson Lo的哥哥出現的時候 就已經有配菜了 哦 OK 這樣 是啊 是啊 這些有無聊 這一段我記得有無聊 玩茄渣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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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因為本身都是這樣說 因為本身這套劇 都是一些輕鬆的喜劇 那你又 他又覺得 他又拍得 雖然無聊 但是都叫OK 好笑 那你又覺得 沒什麼所謂 這樣就看了 我覺得 還有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是 Anson Lo演戲好看 也是的 好看過姜濤 如果以喜劇來算 以喜劇來算 我不知道如果 因為 上次我們看打天下 你看到一個想搞笑的AK 其實就一般了 嗯 是吧 Lokman我不知道 Lokman喜劇 我沒見過他演喜劇 但是如果以Anson Lo演戲劇 我覺得很好看 嗯 他這個樣子 又英俊又英俊 嗯 最重要的 咬字清醒 對 說話清楚差很遠 對 差很遠 很重要 很重要 說話清楚 你看看 展武華 不是啊 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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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她的時候 有些角度就 一般 有些角度是漂亮的 是啊 對 這些才得命的嘛 你不是會很想 你不是會不斷地 看電視機 很想看到她的角度 角度 啊 這樣 嘩 你看看 鼻子很漂亮 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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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 他鼻子這條 是啊 是啊 你想想想 相比起 這個 這個鼻樑幾乳酸 這個像石內卜那樣的鼻子 是啊 你看看 這條 漂亮得 真是 真是 不得了 這樣 這樣 那不就繼續看下去吧 是啊 輕輕鬆鬆 輕輕鬆鬆 這樣 烏冬 烏冬 他是娟姐隻狗來的 是啊 他真是娟姐隻狗來的 是啊 他真是叫烏冬 他真是叫烏冬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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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看下去吧 那些劇集 嘩 之後啊 之後啊 他有廣告出來嗎 沒有啊 好像還沒有啊 因為他通常去到結局篇 那個星期才開始出廣告的 嗯 嗯 嗯 那又不知道他 下一節目 心靈師啊 蛤 心靈師 愛舅劇啊 心靈師是嗎 不是啊 哦 他跟 秀號製作 有限公司共同製作的 懸疑劇情 電視劇 由李燦心 劍任監製 嘩 正啊 姜文健 嘩 劉明禎 掌官 你要看 你要看 看林明禎 何啟華 陳嘉倩 劉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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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我我我微辣那個 rachel 不懂 微辣那個rachel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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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燦心監製 啊 他有沒有醉走開車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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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走開車死全家的 啊 這樣 裡面是不是 那些鬼佬說中文的 是啊 又不能說英文的 這套劇 是英文的 那些對白說英文 這堆心盼你 屌層 啊 要做長官的 啊 是啊 沒有阿sir 要做長官 長官 哈哈 故事大綱 還沒有 角色獵表 還沒有啊 嗯 這樣 哎呀 當獵奇心太 看看吧 不過我最近呢 我看 二十集 還要大佬 真是屌 啊 我看到 其實呢 講開 view 我看見 其實呢 也開始有些 電視劇 出現了 啊 你新的那些 就有他們 啊 還有 還有呢 我又 就是 我又 就是 又 就是 怎麼說 啊 都是因為這個女團 因為他們是女團 是 都是 我都是堅持了我的看法 女團一定要漂亮 是不是 是 現在最漂亮的幾個呢 就是因為現在 Color 又這個 變成這個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 旗 哈哈 抹落旗 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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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晚旗的Color 已經 這樣出現了 其實呢 你看到呢 漂亮的那些呢 是多很多廣告的 啊 這個 Ivy 啊 Candy 心靈 啊 Date 所以呢 女團 一定要漂亮 如果女團 之前不是說 不找Ivy 那些 那些 有些人就說 說她花瓶 不用漂亮 花瓶 那些 沒有 沒有這些漂亮 你真的 連Color也沒得出 是 是 女團 當然要漂亮 不是 真的要面對現實 這個 是啊 我一早都覺得 女團 就要漂亮 膚淺也這麼說 不膚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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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人漂亮 喜歡漂亮的東西 不是膚淺 是嗎 之前就好像覺得 貶意 那樣 跟一些 女星 那樣 只得身材 那些 但是你想想 人家要保持著身材 其實也很辛苦 你猜不需要保持嗎 那些 不是 應該這樣說 你演藝演藝 你做這一行是演藝 那你 就好像出來做事 都是先敬 羅衣後敬 人一樣 就是 我看你做戲 好不好 之前 我在海報也要看見你的漂亮 大哥 是啊 所以 你沒有漂亮 你演藝再厲害 你都難吸引我進去 其實 我們演員都要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你要有醜角 你要有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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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這些當然不明白 但是不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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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何 從何時開始漂亮 變成了一個 包袱 哦 哦 是吧 你試試 你試試 但是 但是 到最終 我也是看你的表現 因為 但是 你漂亮的時候 已經吸引 你不漂亮 包容 還有 包容 會大很多 你始終戲劇的東西 你是 某種程度上 是視覺享受 是 沒有漂亮的東西 去吸引你 你很難看下去 你看看 現在新的白雪公主 是 是 黑色的 是 黑色的 說到這件事 今天華盛頓郵報 華盛頓郵報很少 是的 他就說 阿根廷隊 即是阿根廷國家隊 踢球 批評 批評 指責 是用指責 是的 為什麼沒有一個黑人 之後 阿根廷的右翼政黨 在他的推特上回應 他就說 因為我們是一個國家 而不是一個迪士尼電影 是的 神經病 現在去到一個 沒有常識的情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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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中國隊沒有進 要不然 都不知道被人批評到你 為什麼中國隊 十三億人都沒有黑人 是 全部都是黃種人 這個地方 這麼奇怪 就是 懂得說英文 我認識四個英文字母 他跟你說 我認識四個英文字母 他跟你說 神經病 在罵到沒什麼好罵 我也是 沒有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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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奇怪 低能 不是阿根廷沒有黑人 其實 中國也沒有黑人 我不知道 中國也沒有黑人 有 我看過那些中藝節目 有黑人 有中文名的 是的 有 就算是有黑人 他的地方 黃種人是比較多的 就算阿根廷 他也不是一個 純宗的敗人 不是 其實 你那個《華盛頓郵報》那篇文章 為什麼你只問阿根廷 你不想問一下伊朗 你不想問一下 為什麼伊朗一個百人都沒有 我相信沒有 伊朗也沒有黑人 是不是 日本也沒有黑人 我只是說球員 南韓也沒有黑人 為什麼你不逐一對問 你只問一下阿根廷 公平一點 公道一點 你逐一對問 是 那一對球 你沒有一些不同的人種 你也要問 你問為什麼 美國隊沒有 沒有拉丁裔的人 為什麼美國隊沒有華人 為什麼 你直接問一下 為什麼男子隊沒有女人 為什麼沒有同性戀 死火了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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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沒有說完 這個題目 你應該逐個物種去問 為什麼沒有馬性戀 你只問有沒有黑人 你是不是歧視 為什麼阿根廷沒有救 為什麼阿根廷對方沒有馬 不算公道 我覺得 我要大笨象 這些是歧視 華信旅遊 沒有這些 歧視毒物 何內出來罵你 你已經說 扑街 扑了一條新街 那是何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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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內 何內是動物街